常见人跟夫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们俩其实是一个团 他是渠队 我是歌舞团 我们歌舞团住的海军大院 他呢住在天津 因为天津北京呢 我们就想见见面 见面我就跟他说一句话 星期六我过来 告诉我星期六来 他也回答很简单 好 我等你 俩特务接见二号 就一定用这种形式 我是说这句话嘛 那你说不等我 那就聊不下去了 就是 当时呢有好多人议论纷纷 就我们团里的人 见场景 有人见我 哎呀 简直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至今他还对人家耿耿于怀 不理人家 这跟我我也不理 前一段有一个电影 大家都看过 冯小刚拍这个《芳华》 就是在文工团当中 跳舞的这个女生 其实真的是 大家都非常心仪 可能都想要找到 这样一个朋友 电影《芳华》 实际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那个年代 我是舞蹈演员 专业的舞蹈演员 对 那常先生没有跟您学学舞蹈吗 哎呀 没看出来吗 没看出来啊 就大家看我的姿势 怎么样 慢点 没有人不得舞蹈天分 那个 那常先生要是真有舞蹈天分的话 要不然咱们就让常先生跟文阿姨 给咱们跳一段吧 哎呀把大棒围上了 这应该这是怎么跳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留下小秘密 呀心的呀心的不能告诉你 晚风吹过晚路心的我要想起你 茶色 我们也真的希望 我们的常识相声 能够渊远流长 发扬光大 一辈一辈传下去 同时我们常识的家风 也能一辈一辈的传下去